郭文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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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 各位經國朋友 我們請大家如果有時間的話 一起參加一個民開 民開723 坐高鐵 而遭遇以外的死難的同胞 在暴戀的活動 今次這個事件 雖然初步聽出來是一個意外 但事實上是一個人為的疏忽 同時最重要 令我們最害怕的 就是一個隱瞞真相 欺騙市民 無視傷者 是 上個星期 我們都正正在上海 參加 在一個旅遊車旅遊圈上 我們聽到一個導遊小姐 她說在這個搜尼電話 有一個信息 就說溫州發生一個意外 快聽到撞車的意外 她說她經常上水 不是不是 是上海 搭動車去溫州 她都坐其前 她提到 一件事 就是說 她的手段言話 由於上微博 可以拿到這個信息 當晚 其實 因為我們去 她在上海外灘 一直到九點幾天 十點鐘 回到酒店 但是 在上海的酒店 我打開電視看 是看不到這個信息 7月13號 十點鐘 是看不到這個信息 但是 到深夜 一點鐘 都是找不到 找不到 有任何一個 國內電視台 提到 有一個意外 一個很奇怪 所以 我們 亦都 沒有辦法 在翌日 星期日 星期日 7月4 這樣 我們除了 在剛才提到 有這件事之外 我們看不到 國內的報紙有報道 星期日 那天本來我要飛回 由上海回香港 亦都因為 那個飛機 在機場 亦都 有時 引停有問題 最後 留下住了那晚 那晚 那晚 禮拜日晚 是住現在 是五星級的酒店 但是 那個電視台 那晚 星期日晚 每天看不到這個信息 看不到這個新聞 那就是禮拜一 那天 日上午 當我吃早餐的時候 因為那個五星級的酒店 所以他有電路 有個網巴 有個 有餐旁邊 又有電路 那我小朋友 我兒子 是 入網上 要看到 香港的報紙 是提到溫州的事件 但是 除了 正版意外 對新的新聞 都看不到 這件事 令我深刻 啟會到 國內 是完全封鎖 其實 任何的意外 都會發生 但是最重要的 做一個政府 它是不是要隱瞞事實 隱瞞真相 這個才是可怕的 這次 我們回到香港之後 我星期一晚回到香港 打了報紙 可以看到 港溫州的意外 星期二 我們看到電視 才知道 政府 是居然把那個車 埋了去 最後 又 經過 網上 經過電視的報出來 最後 它會發出來 這些 正顯示到 中國政府 官員的 愚昧 和他們 草奸人命 他們心目中 只有一個 維權 維穩 只有一個維穩 其實 任何地區 都可能有意外發生 真是意外 當然我們沒有辦法 但是做一個人 我們必須要追究 今天 我們在這裡 到723 這個事件意外 我們要追求真相 我們要求 中國政府交代真相 今天 它提到 死的人 是不超過40個 為什麼不超過40個 因為 超過40個之後 會再會高一級的官員要下台 所以 他們是保持著40個死者 保持著 即是上海的 跳舞局 下台 是保障高一級的官員 這些是正正顯示 大陸政府 是草奸人命 在這個旅途中 在上面 本來住六天 結果住了七天 曾經 我們剛才說過 上面的勞動法 講到 只要溫度 超過40度 只要溫度超過40度 就可以休息 就不用上班 但是你說 外面溫度 永遠都是38度 永遠是38度 但事實上很熱 為什麼 因為超過40度 就要放假 所以 天氣報告 永遠大陸都是38度 絕對不會達到39 不超過40 而今次的死難者 為什麼 我們覺得奇怪 就是 四部列車 高速相撞之後 跌了下來 死難者是這麼少呢 要匆匆 望望掩閉車體呢 因為 交通以外 他必須有官員要下台 超過40個 就是高一級的下台 所以 他就一直在說 40個 我們覺得 這個是我們需要追究 這個是我們需要尋求的真相 所以 我們今天在這裡 除了暴戀 死難的同胞以外 還有 我們對現在的傷者 既然祝福以外 同時 我們要追究責任 追究真相 為什麼 這個列車會相撞 因為 基本上 這個列車的系統 它有個自動感應系統 如果在前面感應到 有車在那裡卡住 它會緊急殺制 後面 有車追到它 它也會影響到感急停制 它由高速到停車 現在只不過55秒就可以 但是 為什麼這次是平倒 這些 完全是一個 不可原諒的 技術錯誤 和一個人禍 所以 我們是需要追究真相 我的朋友 今天 我們在這裡 我們除了悼念死難同胞以外 我們對於傷者祭祝福以外 我們要將來求真相 另外 另外 香港都有高鐵 而這個高鐵 所將要採用的車間 正正現在以外發生的車間 而這條鐵路 六百億 給的鐵路 是會和現在的大陸的所謂 動車高鐵是接駁同軌 特區政府 當年推銷這個高鐵的時候 它提出就是 這架車是可以 經廣州 去上海 到北京 即是說換句話說 當這個 動軌起了之後 我們 日後搭車 是會經過到 現在這個災難 那個意外地點 所以 我們更加要追究真相 更加要確保 未來的鐵路系統是安全的 各位朋友 我們在這裡 如果導演意外 我們必須要追究真相 必須令到死難者能夠安息 我們可以讓死難者 是無辜被犧牲 今天大陸的動車 火車是用一個記名制的 即是說買車票的時候 是要給國外的身份證 如果香港人給到香港身份證 都是記錄低的 換句話說 這架車上搭的是什麼 基本上它的電路是清清楚楚 才知道 即是說 生還者 它可以搜到出來 將坐的人數 減去傷害者 其實它很簡單知道 死了的是多少人 或者失蹤的多少人 但很奇怪 因為現外發生之後 它就說沒有這些紀錄 它說存在這些紀錄 它只不過這個所謂 記名制的電路紀錄 即是它擔心 防止有些人去破壞的鐵路 所以還有記名制 所以買了票之後 入閘就會取消這個紀錄 這個我們相信 鐵路局幫天下之大謀 是在說大話 我們現在就會到這個儀式 或者將我們現在的時間 再加麥克風給我們的主持馬楚麗 先